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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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GPT自己才刚刚把他的API大概在这一半才刚刚放出来 就是GPT3.5模型的API 然后我们微软这边IGO本源也把API现在放了出来 大概也就隔了两三篇 所以我们的方明哲老师昨天很辛苦连夜去调我们的SDK 能不能和GPT3的模型可以工作 最后发现可以工作 我们的SDK现在也可以靠GPT3.5的模型 当然可能靠的方式有点dirty 然后在GPT3 playground里面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利好的一个模型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在问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落地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很多engineer想知道这东西怎么落地 其实我这边已经写好了一段 一段可以供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怎么落地的方式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场景是一个客服的产品 你是要处理这种交通违法或者说是那种交通保险的事情 人家客服打了个电话过来 对吧 然后接着过来跟你说了一堆 我车排好的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所有的信息 语音信息是一个非结构化的信息 那现在我们有i9相应的API 可能其他公司也有相应的API 去把语音转换成文字 那这些文字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是一个非结构化的信息 那一般我们在各种系统之间 进行这种数据传输的时候 传输的时候也可以传输非结构化信息 但是最后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是需要处理结构化信息的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希望的就是说 把这种文字转换成一段json 这样的话你的系统就可以进行处理 你就可以跟你后端所有的系统去继承 快速GPT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见的 这样一个用途的scenario就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们的期限就是说 高速GPT 你必须这个从下面一段文字里面 帮我抓出哪些信息呢 core reason case of incident numbers of drivers and drivers 这样子 各位可能有些可能英语不是特别好的 我快速说也就是你必须把我 从这段文字当中 找出这个打电话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造成这个意外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呢 还告诉你说 放到就是key就是cost 这样一个一列上面 然后呢 你的保险账号呢 保险那个 保险账号名字是什么 在哪发生的 是吧 你造出了哪些后果这样子 好 OK 然后我们用自然语言告诉他 make sure fields 1到6 是answered very short 然后follow location 就是say the location name 等等这类的东西 OK 然后还是自然语言的形式 告诉他foam conversation 这就是你可以认为这一段foam conversation 这一段东西 是通过一些语音转文字的API 转出来的 这种API很多 现在 然后就是把它转到这里 然后你把它作为一个IQO本AI的这样一个输入 然后呢 最后输出是什么 我这边已经 已经点好了这个generate 所以大家其实看到 results 就是一段节制 就算reason cars cost hit up 这个什么东西 drive name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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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已经帮你把这个非结构化信息 转成结构化信息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种东西可以在建客服系统 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说就是说 这种以后可能就是说 把你这种非结构化的转成结构化的节省 然后供给我们下游系统去消费 这样 那这边呢还有一些什么参数 可能这个参数有些都比较复杂 有一些其实我也不是很懂的参数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这个max length 什么意思 就代表你可以chad gpt 可以回复你多长的一个信息 然后包括现在收费是好像是 好像是1000个token 就收0.02美金还是什么样 当然这取悦于具体的模型 就是chad gpt 大家也知道 它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模型 在这边 就是说有我们的text davinci 002模型 然后text davinci 003模型 这样子 然后它还有什么ada模型 bravo模型 它有不同的模型 每个模型可以 它的能力也不一样 这个都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部署 但有些模型可能做这种 可能做一些比较general的问题 有些模型它可能就仅仅能帮你分析 你客户过来的这段文字 他客户是不高兴还是高兴 对吧 这种类型的这种分析 OK 所以当然那种简单的模型 它的整个价格也会便宜一点 是这样 好在UI层面的话 基本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可以这样子了 你输入一张非结果画的 可以结果化出来 现在这个playground里面有一个这边 就New Code 其实就是告诉你怎么用Code去实现 但这个Code去实现就很不幸 这玩意没有得来的版本 就Json或者说是Crow 或Python这样 Python的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官方已经出了一个Python的SDK 这样子 其他所有语言的SDK 目前都是社区版本 OK 好那接下来我这边的所有讲解 那基本上就完全接完了 然后接下来 Poc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让我们欢迎黄老师 好吧 我接下来就我来演示一下 就如何用SDK 来进行一系列的 那我们先回到PPT 就是说 首先一点的呢 我首先可能给大家要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介绍 就是说在Azure上面的SDK 一般来讲是分成两种的 一种是控制平面 一种是数据平面 这个如果大家是对K8S 比较熟悉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概念 那控制平面 基本上就是对那个Service 本身的进行的一些管理 配置的一些操作 那数据平面的话 就是你具体的对那个 单个服务进行交互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的 那个Playground 它的那个步骤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和那个 数据平面的API进行交互 但它最前面的那个 据说去创建一些账号啊 去部署一个模型啊 这些其实主要是跟那个 控制平面的那个API 进行一些交互 那所以呢我们的SDK 其实也是分成两部分的 一部分呢 就是它叫Azure Resource Manager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里 Manager的那个Cognitive Services 它其实是微软的 一系列的AI服务的 一个 一个 控制平面的集合 因为你一个SDK 如果只是去管 一个单个的服务呢 其实可能 力度可能太细了 所以它其实在那个Cognitive Services 这个包下面 它实际上是 可以管一系列的那个 微软的那些AI的服务的 其中也包括了那个 Azure的那个OpenAI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数据平面的SDK 那它就叫Azure AI 叫Azure AI.OpenAI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 如何用那个控制平面 来管理一下OpenAI的这个服务啊 它控制平面的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你们如果是熟悉了一些 比如说用Swag的一些工具 去生成出来的SDK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一般多些些平铺的模型 那 微软的那个 现在的Azure SDK上面 控制平面的API 它其实是一个树状结构的 它其实跟那个Azure的资源的结构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过后会看一下 它每个服务资源 都是有一个resource类 来进行一个管理 它这个resource类呢 就有点像 大家如果是熟悉 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些做Java的同学 应该知道 HyberNet 它做的ORMapping 那它的一个class的话 它是同时是提供的方法和数据的 那其实这里面的概念 是非常类似的 比如说你这地方 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个 就是Cognitive Service Account的 一个resource 就是前面 Alander给大家演示的 就是如果创建一个账户 那它这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有一个 就可以有 比如说有Delete 有Get 这种 其实它其实是 是在做一些 对这账户的一些 获取数据 或者是直接删除账户 那它返回的里面 其实就会带有 比如说你这个Get方法里面 就会带有这个账户的一些信息 那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我把它给放大 我把这个先关掉 这可以吗 这好像有点延迟 这可以吗 我这个可能是在 iWatch 得先开一下 因为这几个都是 我们这先看一个 Service Creation 那段代码 然后 好像有点小 那这前面都不用看 那一般来讲的话 它所有的API 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得先去 Initialize API的Client 那这里面的话 我就不多讲了 因为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Authentication 那我们一般是支持 那个API Key和 那个Authentication 那个Authentication 那我这里就用Default 你可以自己选 那这是Management SDK的一个入口 它就是叫Arm的一个Client 那我们先来看 比如说我现在去创建一个它的账户 就前面Alander 给大家演演 是的 那它的REST的一个API 实际上是这种结构 就Subscription 以及Resource Group 以及然后后面是一个Service的一个名字 这个大家可以忽略点 然后再是个Account 然后再是个Test 一个OpenAI 这是我们想要创建的一个Account的一个账户的一个操作 它就发一个HTB Post 其实这个应该是PutBuy 这可能打错了 那怎么操作呢 那其实就是说当然 其实正常的最繁琐的步骤 其实你就是先去拿到一个Subscription 再去拿到它下面的Resource Group 然后再去做它的一个操作 再去Create一个Account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边的话 有一个快捷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一步拿到一个Resource Group 那就相当于从Arm 就是这是一棵 Azure的就Resource Manager的一棵 最顶层的一棵树 它里面可以直接你就拿到你Resource Group 我这里比如说 就是Resource Group 大家可以看到就直接跳到这里来 它就直接拿到了这个对应的资源 然后这个对应资源下面呢 你其实是先要有一组Accounts 对吧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 它就先拿到了一个Account的一个Collection 然后这个Collection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好Account的这个Data 然后直接就调它的那个Create and Update 就如果熟悉.NET同学的话 应该是比较了解这些命名规范的 你不熟悉也不要 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 之后基本上就知道它什么规律 基本上只要用过一次 你后面的所有其他Service 都是用这种同样的命名风格来操作的 那你创建完了这个Account之后呢 你可能还需要再去Deploy一个Model 对吧 那因为你不部署模型 是没办法用的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部署模型之前 可能先要找到它的一个 有哪些模型 当然你如果你熟悉的话 你比如说去看它的网页 或者你去看一些Sample 你可能知道它那个Hardcode value 什么 但我这里可能推荐因为什么 因为一般如果你要用Man-Dependent SDK的话呢 你可能是你的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正式场合 下面才用就是你可能需要动态的去创建和销毁资源 那一般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呢 也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必要的一些麻 麻烦应该是动态的去获取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里可能就用个GPT3的那个 达芬奇的一个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 就是我们去获取一个 就GPT3的一个达芬奇的一个模型的一个信息 然后我们就可以要求创建一个对这个 这个模型的一个部署 那这里就大家就不用去多看了 就基本上就知道它大概怎么回事也可以 然后关键的一步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也是同样的 我们要拿到一个现有的deployment的一个collection 然后再去调它的一个create or update 如果我这里再把它返回过来的话 它对应的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你有一个account 就一级它下面有个就deployment 你现在拿到这一级的对应的一个resource 然后再create它的一个deployment 然后再create它的一个deployment 就对应的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的这样子一个操作 就这样子一个操作 不好意思 是这边这样的操作 那这里这段代码我就现场就不演示了 因为这个open-air的这个东西 你创建一下是非常费时间的 它在后台得给你跑很长时间 那不太适合就现场演示 我后面就多演示一点 大家可能更关心的那个数据平面的一些操作 这个地方可能就直接先跳过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数据平面 那数据平面呢 它的不是那种竖状结构 就是它一般就是比较平铺的一些model 因为数据平面它的API的话呢 它不是非常严格的按照这种 父子关系来进行排列 所以就一般我们也不会去给它生生成那种 数据结构的API 它就一般就两种就是 也就是提供一个我们的SDK 首先会提供一些类型 就是它主要是给你做序列化反序列化的 就是用于你构建请求 或者去解析它相应 还就是一系列方法 每个方法基本上来讲 都是对应的它后台一个rest的API 而且我们同时提供了同步和一步 所以方便你自己才选择 那它现在那个SDK呢 仍该只处于一个beta的阶段 而且它API好像现在也是一个beta阶段 所以目前我们只支持Inference 其他的那种Audrey Finetunia 现在通通都是不支持的 这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因为现在可能 它们也是在处于一个快速迭代的阶段 所以现在它目前开放的主要就是Inference 就是推理 就是你最后直接去用那个模型 OK 那我这快速的过一下吧 它其实一般就四步 就是第一个就是跟前面你们看到的一样 就是初始化一个API的客户端 那你需要准备好一个服务端点和一个服务认证 对吧 那服务端点的话 一般你在创建完你的那个服务的时候 就是创建完你的服务的那个账号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会告诉你 像这里我就用Alander它创建好的那个账户 然后密钥的话 这个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这个其实是那个配置 这个就是一些认证管理的东西 然后第二步的话 你就是直接用我们的那个类型 就是那SDK当中的一些class 来构建它的一个请求 比如像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来构建了一个叫 这个叫prompt 或者叫提示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去 用API client端去发送请求 那现在其实我们 目前这SDK 它提供的主要就是一个 获取一个叫 它这个叫补充还是叫 不好意思 叫completion这样子一个 就响应 你可以粗略的认为 它是一个回应 那最后就是你就是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你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 因为其实它API client端 已经帮你解析好了 你就直接拿到它 已经帮你生成好的这些model 你就解析它的结果就可以了 总的来讲这个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数据平面 并没有太多复杂的内容 那我给大家先做一系列 做一些演示吧 我们先看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那个看一下 completion 先看一下completion 就这些我就都不看了 就是completion的话 其实就是它最最基本的API 所以你们可能会用的最多的 就它其实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说我提供一段文文文 就文本这个东西 其实他们叫prompt叫提示 然后呢我希望呢 它和它去帮我自动补完 剩下的东西 这个就叫completion 它这好像是中文的翻译 大概是叫补权 好像是叫补权 我们后来会 会告诉 就后面的例子 大家会明白 为什么它会用这么奇怪的名字 而不是说比如说要提问回答 就是说这里面我就加了两个提提示 那希望它能够同时给我两个补权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 如何使用这个Agile的OpenAI 第二个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引战的问题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编程语言是什么 对吧 然后这个的话 先这个可能不是Codex 我们先到completion 这下面去 我可以先让大家来run一下 可能会稍微有点慢 因为我们这个它的服务 它不是部署在中国的 对OK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第一个提示 就是如果用AILAI 它返回力端 那第二个提示 它也给我们了一个反应 但是你会发现 这里好像缺了很多东西的 这个跟Yelanda 前面在Playground上面 给大家看的差别非常大 这为什么呢 因为呢就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呢 你们可能要把那个参数给填进去 就是如果你们前面看到它的Playground的话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系列的参数 大家知道就是做人工智能 尤其是神经网络相关的 这条参是一个基本功能 就是你在调用的时候呢 切记一定要记得把这些相关的参数给填进去 如果填的不对的话呢 就是你得到的结果 可能跟你在Playground里面 就是用的会差别非常大 所以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是需要填一段东西的 那我就随便找一个 把这些东西都填进去 你其实可以填完之后 大家可以就看到它差别了 这就是你神经网络模型的话 它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你可以看到就是马上给你的结果就是完全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它上面一个如何用那个Agile OpenAI 的话它就会给出一个巨长巨长的一个回答 然后比如说它下面那个也会给你 就给你一段就一通分分析来告诉你哪个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要选选对你的一个参数 那我们再来看个例子就是前面 Elandale她给大家演示的这个提取信息 这个的话其实就对应的其实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会给她一段上下文 但是你会告诉她 我需要你给我哪些信息 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prompt 然后你直接我们这里就我用最新的 因为这是那个好像他周四晚上 美国那边刚刚部署上去的GPT3.5的那个Tax的一个模型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东西是怎么样的 这样子会好一点吧 好像我把它挡到 拿我拿过来点 这会稍微有点慢了 OK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ompletion的话 它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它就会 它就会把前面那段文字里面 你需要它提取的一个信息全部都提取出来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这个如果在座都是软件工程师 所以大家应该会注意到就是我前面拼凑的那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非结构化 就是你会不会有点感觉到不太舒服 就是如果正常的按照传统思维的话 其实我不会是把我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 就直接混在了我下面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里面 而这就是神经网络它的编程范式 跟传统的编程范式不一样 那个以前那个有一个 他就特斯拉的那个AI总监 叫 Andrew Cassie 他以前是李菲菲的土地 他是搞这方面的算是非常重要的 他有一个很好的文章 我推荐大家去阅读一下 它叫Software 2.0 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说 如果利用这种神经网络来进行编程 它的很多组合法其实跟传统 如果是传统的话 你绝对不会这样的 一定是先准备一个template 这是一个单独的参数 或者单独你掉一次API 然后再有一个API 或者一个参数 把这些东西都包进去 然后让它来告诉你答案 其实就是至少GPT的模型 其实它不像 而且如果你熟悉这些 一些神经网络的模型 你就知道他们差不多都 很多都类似这种风格的 它只是把整个数据 把你所有东西的数据 就做一个token 直接就扔进去 让它神经网络像一个黑盒 就帮你自动把这个答案给 给somehow就做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 就是in context learning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有提到说 为什么它这个东西不叫Q&A 不叫input output 它非要叫pront and completion 你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就是它实际上是做一个翻译 就是说你先给它那段英文 它给你一段法语 一段英文一段法语 一段英文一段法语 最后我给它一段 要求它补出这段法语是什么 这个就是它神经网络的做法 至少NLP的这套做法 跟我们传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传统肯定大家不会这样认为 翻译就应该是 英语是一个input 法语就是output 它就把整个东西全部都 拼出一个场景来 所以它叫prompt and complete 它不叫Q&A 也不叫input和output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东西效果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in context learn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最后它补全 其实这段我去翻译过 确实是上面这段的一个比较准的一个翻译 现在你可以理解它做东西思路 它实际上是帮你把整个东西给补全了 通过这种方法来得到你想要的一个答案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种玩法 另外说一下这个东西叫in context learn 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概念 就是因为我最早前面的一些API的话 它实际上是前面没有给它任何的提示 那种好像是叫zero shot 然后它有种什么fue shot one shot这种东西 就是相当于你前面给一些它的一些提示 这时候你提示越多它就会越准 我再给大家看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在做神经网络的时候 不要以为它是一上来就能够给你答案的 你给它的东西越多提示越多 它往往就能够给你越准去答 这是非常神奇的 我来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例子 这是我们用来写代码 因为大家都是学假的 我先把这段先删掉 比如说 然后这段是codex 我们就用一个codex codex是它专门用来处理代码的一个模型 就我这样就很简单 就是我先给它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提示 说你写一个代码 它能够问用户的那个姓名 然后再回一句hello 大家可以看一下东西 如果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情况下 它会生成一个什么样的 它其实是给了你一些旧东西的 然后这段应该可能是一个python吧 就可能是一段pypypython 那我记得好像是它这个codex它默认 因为你们知道这个搞 人工智能基本上都是用python 所以他们可能就给你的默认回答 就是一段python 那如果我不满意呢 不满意 其实大家应该前面已经看到了 我前面写写写那段了 就是让它用夹瓦写 对对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用夹瓦写会怎么样 就当然这个是因为我token设的有点问题 所以它缺了一个花括 但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就比较 比较我没有去编译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跟一个真实的一个夹瓦程序 应该会比较像 看到没有就是它是what's your name 然后它直接在hello里面就把你的名字给加出来 其实所有的区别只是我的prompt 我的提示里面给了它更specific 那我们再来试一个就是 这是我昨天突然发现特别有意思 我现在假如说我不想要加我的 我想要C sharp 你会发现它好像它认不出来 这比较尴尬 因为在微软的Azure平台上面 这OpenAI是无法生成C sharp的那个程序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这时候你可以 可以用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是不是打错了 不好意思 比如说我是不是打错了 对吧 因为这个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名字 对这种时候你看它还是就打不出来 这时候你可以怎么办呢 你的prompt可以加点东西 比如说它是叫console. 好像是这个吧 基本上是这个 3line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它能够给你生成什么 你看到没有 它就自动帮你把这个给加上 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是生成不出来的 你如果是给它一段提示 其实就是copilot copilot的那个代码补全的话 好像就是用那个gpt的那个codex来做的 它就是包括现在你看到的一些 IDE工具 它就开始逐步添加这种基于AI的 它就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一上来就问它一个问题的话 它可能是做不出来 但是它如果说在你的 你写了一部分代码 就是这个chatsgpt 那chatsgpt的话呢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模型 就是它叫chatsgpt35 turbo 它实际上是属于gpt3.5的一组 但是它这个是特别单独被拎出来的 因为如果你要实现chatsgpt那些功能的话 你必须用它这个model 那我这就不做太多的那个路电了 就它基本上来讲 会跟前面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大家会发现它多了一些马卡 就前面的话 你们如果去看的话 那些模型的话 我基本上输入都是一些人类语意理解的东西 不会有太多的标记符号 那不是它chatsgpt的话 它其实是有些要求 你输入的话 它会有点要求的 它现在终于是一个稍微半结构化点的一个输入 而不是像之前那个是完全非结构化的 非常任意的 那这的话基本上来讲 它就是会做你的对话 基本上就从这里开始 就一上了你先去给这个system 去set一个role 然后你就可以从这边开始 就是用户的提问 就这样 就是imstart imend 然后你再是imstart 这时候你就是留给这个机器去回答 就比如说 我这里有个chatsgpt对对话 我现在就这样想问他说 how to use Azure OpenAI 对吧 那我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来回答 可能会有点慢 因为他现在用的人他可能刚部署上去 就用的人特别火 就可能会有点 OK 你们先不用看其他的 你就可以看到他这段就是他的一个补权 其实跟之前的会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这是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参数稍微调的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你参数一样 你隔一段时间去调一下 他可能给你的答案都会有点偏差 你可以看到现在他就给你补了 补权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最后会把以imend来结尾 这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他们叫prompt和completion 不是q&a就是这样子 他实际上是帮你把这整个对话去完整的 都给你补权了 包括这个标记符号 他都帮你去收尾了 那你如何实现对话 大家都会想到 这个对话呢 你是不能够一问一答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得把他的对话的历史 在你每次提新问题的时候 都得把它给带进去 他其实这个API它是一个无状态的 就是他不是一个有状态的 比如说不会有的时候 你常见什么开一个session 一个绘画记录 然后你上面打的所有东西 他自动在服务器端记住 这个他没有的 你必须把它全部都给 都得把它给你自己这边存下来 如果你们 现在好像已经有些第三方的酷 他为了给他官方那个python的酷 做补充了 就是因为这个很烦 你每次把那个对话 给你响应 自己再去手动 再写代码去把它拼出来 然后再发给新的请求 这个会很烦嘛 所以现在已经有第三方的酷 专门替你干这个脏活累活了 但这好像是python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就稍微改进了 我自己是人肉手写了一个 就是比较简陋的 这是一个bot 就它其实就是一个 会一开始拼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一个东西出来 一个dialogue出来 然后会就是 就无限循环嘛 每次会把你的input 给记录下来 然后发送请求到后端去之后 把这response 最后再拼回到这个dialogue 然后你下次请求的时候 我又会帮你不断的 把这个历史记录给拼进去 这样你才能够获得一个 你在它的UI上看到的效果 这个的话 给大家演示一下 OK 那我们就换一个话题 还是一个引战话题 先问他 那他这我答应比较简陋 简陋 然后他就是 他会给你一系列的 非确定性答案 对吧 比如说他就会说 他就会觉得说 Python Java加Screen 和CCCCI加 对吧 那你在这个历史记录上 你就可以再追问他 比如说我就可以问他 然后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就是我新的一个prompt 就是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可以看他怎么说 他就会跟你巴拉巴拉巴拉说 这个PHP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 做网易开发的 however 对吧 一般however就是 网易要跟你说实话 some developer argues that is some drawbacks and lack of consistency 什么什么 就会跟你说 其实一次就是说 他不认为这东西是一个 best的一个programming language 那这个其实就是 一个CHPT的话 如果你要用的话 是怎么用 那你可能需要学习一下 它的markup 这markup也不复杂 它有文档 就是你可以学一下 然后你得每次在发送请求 说要记得把你的历史记录 再重新拼回去 这样的话 它其实相当于 它每次其实是 那个in context learning 它是一个无状态的 所以你必须每次 把这些历史记录 全部都重新发一遍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将来我们的SDK 是有可能会提供高级的封装 就是帮你把这些历史记录 自动就是保存和重新的那个发送 这个其实我们周四晚上 像美国把这个服务部署上去之后 就马上有人用我们的SDK 然后昨天就已经有人 在我们的那个吉他上面开Ticket 就要求我们提供一组这样子的AP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这个东西 我们应该是会去考虑去做的 那这些就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分享 哪位小伙伴有提问吗 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只提问一个问题了 就一个 两个吧很快啊 就是说这个问答的话 现在不是无状态的吗 就是说那些数据 ask的时候就是问他问题 然后他回答的全部得在下一次 对是 去发过去的吧 对 然后就是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啥 你紧张忘了 就是我想把这个模型啊 去自定议一下 就是我想有一个场景 就是农场的这个 问问题只能问农场的问题 比如问天气我不告诉你 你让我拿滑桶吧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你在每个Promote之前 就是说你这个机器人目前仅仅只能回答 某某方面的问题 其他方面的问题请拒绝 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也试过 就是说你只要告诉他 比如说你只能回答IJoy SDK相关的问题 其他问题请告诉他 我无法解答 然后你每一个请求上面都带上这一句话就行了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他刚出来的时候 就JSGPT刚出来的时候 很快第二天就有人发布了很多鬼畜的对话的截图 其实那些截图呢 基本上你看了就一笑而过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其实他没有给你看历史 就他可能在历史里面早就已经诱导过他 就有很多其实答案 你会觉得这些答案好像很不可思议 其实是他在前面 就他截图只给你看了下面 没有给你看上面 上面其实他都已经就误导过了 所以这东西也是一个用这个GPT 就是有些人会产生担忧 就是说你不知道他方面到底给你做了什么 但是这不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捷径吗 就是不能调模型 调模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sdk呢 他没有调模型的这个API 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这边看一下 有个叫fine tune的功能 对 fine tune 其实这个现在你们可能在这边 你们还没发现过这个页面 但是呢文档里面是有的 就是说可以 你可能要在service里面就是 我觉得本来在这边是有一个fine tune customer start model with fine tune start fine tune a customer model 这个就是基本上你看 就是说你这边要fine tune 但是你如果要这种fine tune 微调的模型的话是很贵的 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给你们看到的这一个 是我们内部员工用的一个模型 但是我们内部员工是没法申请 目前没法申请支持微调的模型 因为它代表着要重新训练 然后这个训练的数据量也是很大的 我虽然不是这个行业的专家 但我听上了是 基本上你要十几万条 十几万条数据会给他 才能有些内准确的东西 而且这每一个十几万条 基本上也都是得打标记的 所以这个微调 不是特别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比如说你要 你要把它限定在某一个范围 还不如像每个请求 这前面都加一个句话 仅仅只回答这个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这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是实时的 比如它的GDP是2020年前 模型的数据 GP3应该还是实时 它是好像它承诺是 ChatGPT它会不断的去更新的 但是有些比如说老的那种 它可能就放在那边了 它ChatGPT它会 它会不停的更新它的这个模型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不都是以前的吗 对 但是咱们的Edge这边 i9这边的方法 就是说其实GPT3.5的模型 就是你们在网站上的模型 那个模型目前数据更新到 那个2021年的数据 对吧 然后呢 现在呢 固然看德国的i9的同学说是要 哪个GPT4 然后包括Bin用的那个GPT的模型 也是4.0的 但4.0它后面有没有联网 这些东西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从表现上来看 好像是联网 是 变得很好用 对 它的表现上看 确实是联网 但后面有没有联网 我不知道 好 谢谢 谢谢 就是面向个人的版本 啥时候会开放 以及Fight Tuning等功能 什么时候会上线 面向个人的 其实这个我们只能说尽快 Azure的面向个人的 现在还没开放 当然应该会快 ChartGPT的那一块 也会 已经开放了的 这个网上有很多教程 那些API 你只能 你但凡能注册上ChartGPT的 你就可以调它的那个API 对吧 Binet SDK 在那边应该也是可以用的 这样可能 当然我们这边可能也会去研究一下 我们的SDK 怎么去调那个ChartGPT那边 但是基本上 ChartGPT那一块的 它的那个模型 也是host在i0上面 好 然后说Fight Tuning这一块 Fight Tuning的话 是这样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Fight Tuning 也需要非常大的数据量 所以说 在这边包括 我也是看了一些文档 我没有实际操作过Fight Tuning 那Fight Tuning的话 你在这边 它基本上是十几万条数据 你要导进去 然后这十几万条数据 你都要有标记过 然后你可以利用一些Azure 给你提供的一些其他的 技术架构 比如说Azure的存储服务 等等这类的东西 让你这些 你存储的这些东西 可以无缝的连接到 这种Fight Tuning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Azure的OpenAI 它给业务带来架势四分析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这种一套生态的体系 一套很完整的技术交付框架 让你可以存储 你自己Mark的一些数据 然后后来再去Fight Tuning它 我补充一下 大家应该知道训练和推理 它的资源消耗是天差地别的 如果你们有爱好者 应该知道NVIDIA 是有推理的那种芯片板子 真的很便宜的 就几百块钱就可以买一块了 但是你要是推理的话 你买它一百块 那种A100的可能都不太够 而且你训练的话 可能你买它一百块都不太够 所以它现在这个东西可能 成本上的一个考量 所以它现在可能还是一个 先处于一个大部分人可能 还拿不到全线的一个阶段 问题没了是吧 对